谁最会安慰人 队长 还好 你要怎么 可能他会说 没关系这没什么事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是没事 但你自己难过 就谁来安慰你 因为我自己难过 我就不会 我就听歌这样 不会去找别人这样 不会去听别人讲这点 就是一个人 那边就这样子 然后听歌要睡觉 他们会设置出一个人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 就是我领复 太多时间浪费 太多事要面对 这些人看到就会有点难过 然后现在就是 他们就觉得 就是受到大家 接着我们指定的状况 分子 不是 是 偶像工作的一部分 因为他喜欢 还好 最渺小的我 有大大的梦 我肩上前走 一定只有我 我没有尽头 分分绕 这个世界 所有的了解 只要 是 希望 不要 找我 在你身边 最渺小的我 有大大的梦 我愿意安静的活 在每个有你的角落 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 让我掠走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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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大的一个 叫说最唯一能长的 最唯一能在哪里 我心里其实弱势特别的 当时其实学的根本学的信息 所以我经常问一下最唯一 其实现在想起来 不准感情的事情都会放弃 因为我想起来真的更好 但我觉得你也怎么这么哭 做没有一个权利 我觉得我不行是因为 自己太多不足了 想把这些步骤都补起来 然后再说 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 故事才刚刚开始 我是王俊凯 也许会落空 也许会不走 也许这拥有 陆路的黑白世界你不懂 生命中所有的路口 绝不是尽头 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 都陪你度过 都陪你度过 在你身边 这将去是个之后 是个之后 在你身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